第二纪元 恒星纪元 这个时期的宇宙已经过去4亿年的时间 大量的二代恒星开始从第一代恒星的残骸中出现 这意味着宇宙进入恒星纪元 这个时期 第二代恒星形成 周一开始汇聚行星 卫星等各类天体 宇宙也迎来了初代生命孕育的时代 因为第二代恒星的核聚变 满足了生命诞生所需要的太阳以及其他元素 这个时期还不断有超新星爆发 重元素被喷射到宇宙中 这些物质又会凝聚形成新的恒星或行星 这时候 只要有合适的条件 生命就会产生 而这时 我们的恒星 太阳诞生 生命产生的条件成熟 地球出现 自此开始孕育生命 并发展出人类文明 在这过程中 也可能诞生了其他未知的宇宙文明 恒星纪元里几乎所有天体的寿命都会比前一代长得多 这个宇宙环境也稳定许多 那么恒星纪元会在什么时候结束呢 要知道 宇宙中恒星的质量越小 它的寿命就越长 因为质量越小的恒星 它的核聚变反应中 把氢转化为亥的速度越慢 根据科学家的推测 宇宙中最小的红矮星可以持续一万亿年的时间 等到新的恒星无法出现 宇宙中的天体只剩下黑洞 白矮星 中子星等天体时 恒星纪元的结束才算是完全结束 在这一整个过程可以持续约几万亿年的时间 一旦恒星纪元结束 所有的宇宙文明也将在这一纪元末期消失 灭亡 第三个纪元 减并纪元 当到了减并纪元之后 宇宙已经由最初的绚烂多彩 变得寒冷和黑暗了 此时宇宙中几乎没有任何能量可供生命活动 只留下了一些死记的行星和演化到了末日的恒星 它们主要以白矮星 中子星或者黑洞的形式存在 这个时候唯一能发热的天体只有刚刚出现的中子星和白矮星了 随着时间的流逝它们也会慢慢冷却 在几万亿年之后 它们自身温度会降到现在人类的室温 所以总的来说 在减并纪元里生命会消失 宇宙中除了黑洞之外 其他天体都将会消融 这个过程会持续几万亿年的时间 宇宙也走向老年期